不必应用这个网军 做各种无谓的攻击 甚至不死的抹黑 现在赖清德的表情一直都这样子 当一个副总统当成这样子 男人的面子都被你丢脸死了啦 你认同的打二好不好 严若芳出来说 政府从未养网军 也不可能养网军 引来网友的讥笑 你们自己的副总统赖清德 在跟总统蔡英文党内初选的时候 赖清德说什么 他说我们请总统要求他的网军 停止对我的攻击 这些攻击对未来党的团结是没有帮助的 我们不是敌人 不必应用这个网军 做各种无谓的攻击 甚至不死的抹黑 现在赖清德的表情一直都这样子 当一个副总统当成这样子 男人的面子都被你丢脸死了啦 你认同的打二好不好 我跟你讲 就算赖清德你之后当上了总统 你在跟陈其迈在比衰的嘛 看谁不叫衰 真的 不要这样子 对党内是不好的 团结是不好的 甚至不死的抹黑 一个好好的男人 真的啦 男人的脸都被你丢光了 做事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要为了一个区区的官 就算你现在当了副总统 人家维基百克也会觉得说你就是一个听话的副总统 明明知道总统用网军攻击你 最后还是团结在他的石流群之下 他们也不是石流群之下 是他的读稿机之下当官啦 你认同的打三 哈哈哈哈 赖清德你现在在 蔡英文的读稿机下面做事情 因为他躲在他下面 没志气的男神 我们也请总统能够要求他的网军 停止对我的攻击 然后攻击完你就乖乖的去当他的副总统啦 哈哈哈哈 狗狗好乖 哈哈哈哈